部長好 局長好 延續著上一次質詢的重點 中科上議員的採購 竟然出現了違法量身打造的弊案 這件事情對於我們政府 所要推動新創的年輕人機會 非常糟糕 負面的教材 你之前跟大家說 徹底調查絕對不包庇 絕對不隱匿 但是我對於科技部 部長所展現的決心 是不是有落實到實際上面 我高度的懷疑 我為什麼這樣子講 先請問一下局長 你什麼時候知道陳俊佳 是李梅秀你們的主祕的職志 什麼時候知道的 第一次見面的時候 第一次見面是什麼時候 應該是在我們去拜會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 那是你們第一次見面嗎 是 好 你們什麼時候去拜會的 應該是在1月28 但是不知道是什麼親戚關係 那個時候你就已經知道了嗎 知道 是 所以那天1月28號你有去嗎 有 好 1月28號你跟林梅秀 跑去永齡基金會 除了你們兩個以外 永齡基金會還有誰 是 跟委員報告 當天因為 事實上是原先 聖科斯莊長介紹 要去看 我們這個單位 那之後就聖科斯兩位 市長加同仁 那我們 管理局從台中上來大概 加上我跟這個主祕大概四位 聖科斯市長 然後局長 主祕 永齡基金會有誰 當天應該是 陳總經理還有 加上幾位的他的同仁 所以你那天就知道他們有親屬關係 那是第一次見面嗎 是 那個從 你確定是第一次見面嗎 好沒有關係 從那次以後 到他投票中間的期間 你還有沒有跟陳俊佳碰過面 因為是第一次見面嘛 所以我們是說 對不起 你自己針對問題回答 對 從你那次1月28號 跑到永齡基金會 見到了陳俊佳了以後 你們去談製造基地合作的案 到後來他投票為止 中間的過程當中 還有沒有跟陳俊佳碰過面 誒事實上 我們不是請他來 我們是互相了解 沒有關係啦 你要怎麼說齁 你 我都尊重啦 請你針對問題回答 好我們就 從你碰面以後 大家投票 中間這段期間 還有沒有碰過面 就是請他也能夠來看一下 我們的這個園區參訪一下 那我們了解他之後 他是 來園區參訪幾次 是 誒 有的我不一定參加 所以我 沒關係 就講你有參加的 應該是在30號他就有回訪 然後呢 30號碰面一次 還有沒有 誒 之後 應該是在 決標了之後 中間都沒有見過其他的面了 中間我印象中是 目前想 沒關係喔 今天 下班以前 書面回覆 是 如果有見面 時間地點 適合參與的人員 全部都列出來 是我在想想 結果1月28號 林梅秀跟陳俊佳 有親屬關係這件事情 你已經知道了 對但是不知道是 然後接下去 你們本來是智慧機器人 回去了以後 要承辦人員 加上智慧醫療 你的指示 還是林梅秀的指示 跟委員報告這個絕對沒有 那也可以跟委員報告 因為中科啊 對不起我再問一次齁 是 這個需求說明書改過了 絕對不是你剛剛所講的沒有 現在我的問題很具體 是你的指示 還是林梅秀的指示 我不知道 我這邊是 一直都認為是 你不知道 不是 等一下 需求說明書 更改這件事情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在作業階段 因為我們 對不起喔 所謂 你不知道的是 從這一版 改成這一版 你作為局長 你不知道 當然不會知道 因為他在作業階段 第二個 所以把他加上智慧醫療 非常 幫有靈基金會量身打造 這件事情你也不知道 報告委員 絕對沒有 絕對沒有 奇怪了 這不是白紙黑字加上去嗎 現在我的問題只有一個 是林梅秀指示 還是你也有指示 跟委員報告這個 這個我要負責就是 中科一直要推這兩個行業 那為什麼這兩個行業 台中 對不起喔 這個問題回答 從這一版 變成這一版 是你的意思 還是林梅秀的意思 在作業階段 我是不知道 但是 你都不知道 好沒有關係 你在國會裡面 答詢的紀錄都會留下來 接下來 從一開始 1月19號上簽 2月06上簽 2月25號上簽 除了 幫有靈基金會打造智慧醫療以外 KPI 要求的 KPI 不斷的下降 KPI下降這件事情 是你的指示 還是林梅秀的指示 其實我們有經過討論 但是看起來是互有高低啦 比如說我們從基地轉成 先看一下嘛 300組變100組 30案變20案 15件變10件 20家變難 2000人變難 700個變460 全部都降低啊 KPI全面降低啊 所以智慧醫療這件事情 你不知道 KPI這件事情 是互有討論 所以互有討論是 基層人員的建議 還是局長的指令 還是林梅秀的指令 其實跟委報告 那個你注意看的話 是互有高低 不是說 沒有關係啊 你要說互有高低 我們事後都可以檢驗 誰的意思 這個應該是 經過幾次有大家在 大家 所以責任推給大家就對了 不是不是 我跟委報告 我直接跟局長講啦 我已經約談過承辦的人啦 承辦的人直接點名你啦 說KPI下降 我問說是誰的意思 局長的意思 加上智慧醫療是誰的意思 阻密的意思 你還有點推給基層人員喔 這可能要 沒關係 我們繼續往下看 你說你1月28號 就知道他們有親屬關係 評選委員的名單 是誰核定的 我有勾選排序 但是核定的時候是 經過同仁在調整之後 我也不知道最後是誰 因為有人要來 你不知道最後是誰 來 上簽 圈選評選名單 這個是誰圈選的 是我 是你圈選的嘛 是 你明明知道林梅秀 跟他有親屬關係 你為什麼還圈他 跟委員報告 這個案子很特殊 因為 圈選的時候是在簽 完全還沒做的時候 他就先上來了 那 那個時候 先提一下 你們之前 就已經去跟有名基金會見面了 你也那天知道他們有親屬關係 你後面圈選的時候 還繼續圈選林梅秀當評選委員 局長你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他在還 簽還沒上來之後 全面就已經先 先簽這個上來 那 我習慣上所有主管的 大概都會排序 奇怪 我只是排序 明明就知道他們有親屬關係 你還圈林梅秀的理由是什麼 我只是排序 他不一定會上 因為如果他迴避 他就沒有了 是 他到什麼時候才迴避 他到什麼時候迴避 他事實上已經跟同仁講說 他不參加 所以自然就已經 才怪 4月10號晚上8點 對 對 跟委員報告 那天晚上我是自己去請他 4月10號晚上8點 你現在第一個問題是 在這裡 你明明知道他有親屬關係 你還圈他 第二個 從 詠麟 就是瑞倫 正式取得資格 到他 評選的前一天晚上8點 才匆匆忙忙 把評委的職務給辭掉 中間這段期間 請問你們到底在做什麼 這個要跟委員報告 本來他就不會參加了 只是說我們去請他 什麼叫做本來他不會參加 第一個 你做為局長 知道他有親屬關係 結果你還勾他 第二個 你說本來他就不會參加 是 我看到白紙黑制的證據到4月10號晚上8點 也就是評選的前一天晚上 才辭任啊 那是因為我們請教工程會說 如果他 什麼叫請教工程會啊 他不來這樣還要 這個基本上面的法規 基本上面的法規你不了解嗎 更離譜的事情是什麼 你們有臉 對外 去跟大家講說 啊 他最後的時候 他評選沒有來 來 主任秘書 依照政府採購法的規定 整個標案 他的親職有參與 中間行政流程的作業 包括 包括規格 包括 需求書 他可以參與嗎 他可以參與嗎 你們第一次辦採購嗎 他可以參與嗎 機關承辦 兼辦 與採購有關係的事項 應該回避 三清等之內 林梅秀跟陳俊佳幾清等之內 就是三清等啊 可以不回避嗎 你們事後還有臉喔 去跟媒體講 他最後沒有參與評選 他最後幹嘛參與評選 前面資格都綁好啦 該改的也改啦 幫他量身打造 加了一個本來沒有的項目 KPA幫他調低 為什麼不回避 各位報告這個可能 我們不是我已經講了這樣 那我們已經在調查 不是我講了這樣 請問是怎麼樣 請你用道理說服大家 讓大家聽得懂 不是我講的那樣 那是怎麼樣 是他不是三清等 還是採購前面的公文規格 林梅秀都沒有參與 那到底是怎麼樣 跟大家說明啊 因為這剛才已經在調查中 對不起喔 不要推給調查啦 你們行政的調查 自己關起門來調查 會調查成什麼樣子 我老實講啊 我非常沒有信心啊 我非常沒有信心啊 你們自己調查 可以作為你拒絕在國會裡面 回答的理由嗎 你們到底說服給大家 你早就知道啦 他也是三清等啊 法規規避要迴避啊 有迴避嗎 有迴避嗎 三清等我並不 這個公文主任秘書林梅秀 公文上面就有他蓋章啊 還第一層覺醒欸 第二個 參與場 參與投標的最後有幾家廠商 其實有些我並沒有參與啦 那據我瞭解是三家 沒有啦這個標案 最後參與投標的有幾家廠商 據我瞭解是三家 三家嘛 三家有幾家本土廠商 因為廠商登記看起來都是本土吧 全部都本土嘛 那很奇怪喔 這個病案爆發了以後 開始有不知情 不是不知情 他號稱他是知情的人士 對媒體放話 三家廠商 只有一家是本土 就是瑞倫啦 我們要鼓勵本土廠商啊 奇怪了 這種被於客觀事實的假新聞 都拿出來帶風向 那個知情人士是中科的人嗎 不是 確定不是 不是 沒有人對媒體這樣放話 不是 針對這個假新聞 我們政府不是在要打擊假新聞嗎 科技部要不要處理 要不要處理 是 跟委員說明 這當然要處理 我上次答應委員 回去立刻進行中調查 好 沒有 我現在 跟部長講兩件事 今天你跟媒體講 說涉案的主管 已經調離限職 局長咧 我們對話講說證據辦到哪 證據到哪 我們就辦到哪 我剛說出來的證據還不夠清楚喔 我會回去 1月28號 你們局長跟阻力跑去 回去了以後 加智慧醫療 幫他改KPI 應該迴避沒迴避 林梅秀的張在這邊 局長的張在這邊 跟委員報告 我們第一次見面 局長要不要調離限職 請部長回答 我們還是會 就今天委員提的這些資料 請專小組做一個建議 第二個事情 那一天 你們市長來找我 我說所有往來 公務上的私人的我不要 E-mail交出來 你們市長答應我 結果我現在中科局不給 部長你知道這件事嗎 我 禮拜五的時候我知道 當時我有特別要求 就是法規會協助 去認定說到底中科級 那就很奇怪啦 你們其他的公文都給 最關鍵的 公務上面往來的E-mail不給 標準是什麼 你們贏的政府資訊公開法 除外的條文 我看到我簡直不敢相信 這個叫做坦坦蕩蕩 沒什麼好隱瞞的 是這樣嗎 都跟我已經說明了 就是說這整個案子 林鄭署當天他也立案 所以現在中部調查到 我跟部長講喔 你們行政調查 歸你們行政調查 對對沒有錯 司法 都必案下來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 我對你們的行政調查 沒有信心 司法偵辦歸司法偵辦啊 我沒有發行去跟檢察官要東西啊 我發行要的對象是行政機關啊 E-mail要不要交出來 我回去還是請我們政務處 那邊來查這個事情好不好 就是說行政調查我們有政務處在啦 我想我們對這些專業的調查還是 對啊 那你所謂專業的調查是把林梅秀調走啊 你們局長也涉案啊 這個我們會 你們到目前為止所展現出來的 沒有讓大家感覺到真的坦蕩啊 證據充分我們就會做啦好不好 就是只要為您提這些相關 回去一定在專案小組裡面 請他們好好去檢視 那只要我可以做我一定做 這個我今天對他有提 我希望今天下班以前科技部 能夠給我一個正式的回覆 可以嗎 可以嗎 是哪一方面的 兩個部分 第一個 局長還不要叫林梅秀 對啊 這麼明顯的違法 還要說什麼 第二個 E-mail要不要交出來 那個部分我 說明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連政署在偵辦中 大概有一些 有一些相關的 連政署介入了偵辦 跟我要求行政機關 把跟這個案子有關係的資料 調出來到底有什麼關係 他差別應該是說偵查有一些 還是不公開才能夠讓 不好意思啊 部長我跟妳講啦 如果所有政府機關 在相關立法院在監督的時候 偵查不公開 那是我不能去跟檢察官要 那個跟我跟行政機關要資料 到底有什麼關係 好 這種相同的問題啊 我知道 從台電大臨的弊案 我把調查局找來 把法務部找來 他們的態度都一樣啊 所以我從來沒有說行政機關不能給立法機關啊 他們要求只有他們自己偵辦的資料啊 我跟法院說明就是說 因為現在在偵辦程序 如果說可以給的我一定盡量給 這樣 這樣就 就是我一定做到這幾個部分嘛 對啊 在現實上面就是沒有做到這件事啊 好我們質詢時間差不多 我也請陳部長可以再跟 該迴避的沒有迴避啊 這就更清楚了 我們就回去請正方這邊來協助處理好不好 謝謝 好謝謝黃委員 謝謝陳部長